各位观众大家好,让大家久等了 今天我们准备进入第三集 第三集就是我们要进入赵家沟里边 我们去看看究竟 那么现在老黄我所在的位置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是在磐石市的宏祁岭镇 那么宏祁岭镇距离差不多 应该是十里左右才是赵家沟 我们大家知道磐石是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但是有一个叫磐石农场 最近也比较红货 因为正在跟长岛进行殊死的搏斗 当然了,我们今天主要不谈这些 我们主要是看看赵家沟究竟长啥模样 我们一起来到赵家沟 前面就是赵家沟了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来到了辽宁省盘古市宏祁岭镇 很显然把磐石说成是磐古了 然后我在这次寻宗结束的时候 我又重新录了一段 这是第一次录的时候 把磐石说成磐古 赵家沟 这里也是郭文贵的出生地 那么以前在郭文贵的叙述当中 把他这个地儿是说得如诗如画 还有很多外国人在这里 洋溢着当时现代的气息 但是来到这里一看 刚才那个路上实在是不好走 还有他所在这个地方 除了四周都是玉米地 好像没有其他的农作物 而且据当地的人介绍 这个赵家沟是整个红旗岭镇 最小的一个村落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工业 农业也谈不上 而且这个村子里的人特别的少 没几户人家 那么刚才正好见到了 他小时候的一个同学 于是我了解了很多的 以前不为人知的 关于郭文贵的一些传闻 以及他经历的一些故事 非常的有趣 那么一会儿呢 我会到村子里面去走一走 看看那些村民们 如果能找到的话 是不是还有人记得 这里走出了一个大的企业家 后来变成是一个世纪巨片呢 好吧 跟着我的摄像头一起呢 我们来看看 世纪巨片的出生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啊 我现在呢 已经来到了赵家沟的村上 或者叫沟里了 那么这里边现在看来是没什么人 都是 大家注意 这个我说的这个右手边的这个房子 其实就是郭文贵曾经住的地方的原址 但只是呢 我当时进村的时候还不知道 这个右手边这个房子呢 就是他们郭家 现在还有人 一些亲戚住在那里 窗门紧闭 我看看能不能 找到一两个人聊聊啊 就看我的运气吧 这家是关门的 这家里面没有人 我刚才说的就是 就是这一家啊 就这就是郭家啊 这家看来也算是大户 因为他这个门还是挺时髦的啊 门口还有可维收的垃圾的箱子 这边一米地啊 当场啊 就是在家门口 这里这家倒是开门的 我去看看啊 这个这个村民啊 就是原始的老居民不多 那新居民呢 有可能有的是租住的 所以警惕性也蛮蛮高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一一 师父好 没人 我可不可以进来问个事 小妹妹好 有大人在吗 我问个问题 我问个事 大姐你好 就是 这就是赵架沟对吧 我就想打听一个人啊 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啊 就是有一个叫 郭金福的儿子 郭文贵 郭金福呢 我在这儿 我知道 我不是 好的好的 我就有没有老人啊 村上 或者生产队 队部什么 没有 这村上 麻烦 村上现在有几户人家呀 没几户 哦 十几户有吗 不知道 您是外边过来的 对吧 哦 谢谢啊 注意啊 现在我们就在郭文贵家的对面 所有这一切 郭文贵是极其亲切啊 郭美应该把这一段啊 不用我教了 我虽然有版权 但是我无偿啊 提供给你 哈哈 交给郭文贵 让他看一看啊 别忘了 这是我老黄啊 专门去拍摄的啊 这个不行 我得去找老人去 这家可能是那 前面 前面那个 看上去 那个屋顶上 有那个 太阳能热水器的 有可能能找到 再去喷喷运气啊 呃 这应该是老房子 你看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门怎么走进去 嗯 好像 如果这里要有一个 什么饭店啊 商店啊 那就好办了 哎呀 那就可以聊天了呀 那现在这都没有 这 这小桥 哎呦 前面还有 好多鹅还是什么的 过来了 这边应该可以走过去 啊 这边可以走过去 从这里走过去看看 到村里去问问啊 这个是真正的玉米地村 村村村啊 哎呀 从这里走 哦呦 哎呦 这个路 可了得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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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土路哈 嗯 拱被嘴里的桃花园 哎 这相信了就要 嗯 就要上当啊 嗯 哎呦 这能不能走到人家呀 别走来走去 还是走到地 地里去啊 哎呦 看上去好像不像人家嘛 人家怎么会 会有 哎 好像 好像那是疑惑哦 哎呦 这个居住环境也太恶劣了吧 哎呀 继续 加油 哎呀 加油 哎呀 哎呀 听到声音了 哎呀 都造得好啊 变点锁啊 哎呀 好像 哎呦 这是这里走过去了 哎呀 哎呦 这个没溜了呀 那问问有没有人啊 有人在家吗 比好 有人在家吗 哎 看来是 这里 这里两 两户都没人呢 哎呀 白跑了 哎 这鸡 鸡倒是不错 没人 没人 也不方便 进去问呢 哎 也许 老贵到底是 哪一家 啊 得找到 哎呦 这地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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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再继续 寻找 认识 老贵的人 这是一个工厂 哎呀 看看呢 这师父 师父在家吗 哎呀 师父 哎呦 这边呢 哎呦 有个大姐在 大姐你好 哎呀 跟你打听个人 你认识不认识 有一个叫郭七的呀 赵家沟出了一个名人 叫郭七呀 就是原来啊 就是郭金福啊 就是 他现在不在这 对对对 他他家是哪一家呀 不知道了吧 就现在都 新贷房子了 哦 以前的老族 多些年的 好几年 对对对对 呃 你不是 我是从江苏来的 嗯嗯 就是我想问问 你对他们家 还有什么印象吗 郭金福 还有郭老七 呃 你是这里的老居民吧 是 但是哎呦 那时候都小 哦 对对对 走过一年了 十岁八岁的 好像那时候 我这才五个五岁的 未来也不知道 郭老七跟你差不多年龄 他今年五十七 他是七六七年出生的 嗯 啊 那时候小 他早早就走了 死了事他就走了 对对对对 哎 大姐那个你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村有多少户人家啊 二十 不大户 哦 只有十几户人家啊 怎么这么少啊 嗯 以前老户都走了不少都走的 哦 以前有辽宁的那山东的 对对对对 都是说是以前是不是有一些东北过来的一些 山东那边过的 山东过来的逃难的还是怎么的 还是 以前像你说的 也是像你说是陶南北 陶南 这里还稍微相对好一点 那时候东北地区就是地的 他们来开荒 都热不着味 有没有一些东北的老干部 什么到这边来 还有什么外国人 没有 因为以前郭老七说 说这里还有一些外国人也过来 我说这个地方 三个人家来干啥 咱都不知道 你出生在这地方 那你很熟 就十几户人家 所以我说整个村里都看不着人 还有空房 还有空房 对 或者是像我这事 陪孩子上鱼 看孩子就上城 可能十岁左右 十岁八岁就走了 十岁过了以后走的 现在在美国快判刑了 犯了大罪了 那个骗了十几个亿美元了 所以 那是什么 他再也不懂 再也不知道 我相信说 对啊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军 好 谢谢啊 哎呀 总算找到一家了 看看还有没有可能再找一家呢 哎呀 这家倒是蛮好 这家好像没人 刚才已经问过了 没人 哎呀 刚才是从后门过去 很显然没人 哎呀 这文贵那么牛逼吹得太大 十几户 人家 哎 说的天花乱坠的 啊 文贵 这个牛逼 所以要吹到监狱里去 哎 再接着啊 再接着问 哎 接着问啊 在这一户来问问啊 这一户 哎呀 这个是有车在这里 一伙啊 就这个车 把我栽走 啊 这就是专车 哎呀 哎呀 哎呀呀呀 哎呀呀 哎呀呀呀 哎热烈欢迎我呀 哎呦这边还有 还有牛 哎呦 牛来了 羊来了 哎 不不好 哎呦大哥 你一会儿到城里去啊 你一会儿回红旗领针吗 不去吧 你去在本地吧 你不是不拉东西吧 不拉呀 哦 你自己的车是吧 哦 哎 我给 我打听个人好不好 就有一个郭金福啊 你有印象吗 郭什么 郭金福 就是他 他那个家里有个小孩叫郭七 郭七 很有名的 企业家什么的 哦 你有你有印象吗 哦 多少少有点 他就出生在这里的 他后来呢 到北京啊 去 也闯了一番大事业 后来呢 在美国呀 就就就判刑了 就还判判 啥意思吧 不 我就 我呢 因为对这个人感兴趣 所以我就到这个 他的出生地回来转转 如果你能够跟我聊聊 那是两位都更好 聊不了 聊不了 不太熟悉这个人 不太熟悉 我后班里的 哦 你不是本地居住的人 他是1980年左右的才知道 他是1980年的吗 他读了这个小学 你们的小学是在哪里啊 是在红旗岭镇吗 小学这里有吗 没有吧 这里啊 这里你相当的注意找 要到红旗岭镇才有啊 不是 他在小学的时候就在我们这个隔壁村里 小学在隔壁村 隔壁村里 哦 明白明白明白 那边还有还有人家吗 有 还有人家的啊 我再去问问有没有老村民啊 认识郭金福的是最好的 郭金福是他爹呗 对对对对对 他老他老娘叫吴玉香 嗯 你你跟他不熟哈 啊 我跟 我说你跟那个郭琪 不熟哈 不熟 不熟 他是后班里的 啊 你呢 我不是这咖啡 哈哈哈哈 你能老我 啊 哎 如果我要上上那个红旗岭的话 呃 在路边上能等得到车吗 在路边啊 啊 在路边你反正等着车车就这趟道的等着车的话有多事 哎 我以为你你是拉人吗 我说我说拉上去我就一块 是咋家 哦 你是咋家 我这个回来喝完酒回来的话车没有玩意的去 行行行 先要到这咖啡了 谢谢 谢谢 好 那个我继续再去问问啊 谢谢啊 谢谢两位 没事 这这老头啊 后来啊 这另外不是还有一个人吗 他要返回 后来最后我是坐着这个老头 这个挂着膀子的老头的车回到红旗岭镇的 呃 他没有收我的钱啊 那个 然后我们继续啊 哎呀 多谢了啊 没事 没事 他家没人 你都去 哎 我不每家都去 我还看到有人在 我看到你有车子在 我我我才过来的 哈哈 你 参加 参加的话 你想去的话 完了 我给你打电话 你告诉他 你说 我给你接着对象 他当不能回来 哎呀呀呀 哎呀呀呀 哎呀呀啊 这还没成家是吧 啊 哎呀呀呀 那这个我们不能忽悠人家呀 什么到时人家 这没没没对象 到时他抓住我 不让我走 这个就惨了呀 那没事 不要你走 他都管你吃 管你 哈哈哈哈 有道理 对对对 好 多谢你啊 两位 两位大哥再见 还不忘把对门 老单身户 给悠一下墨 哈哈 这东北人挺逗啊 哎呀 都挺热情的啊 哎呀 哎 这边呢 这家 这家 他们的门都是一样的 他们的门都长一个模式 嗯 哎 这里面是有人的 但是 哎呀 倒是有人 日杂百货用品 哎呀 这不百货用品吗 日杂百货 用品 接着往前走 哎 这家听到声音了 看看 能不能去 闻闻气 这家去看看气 哎 你好 我先打听一个人啊 郭 郭金福的儿子 郭七 说是住在这个村里的 以前 有印象吗 不知道哈 对对对 搬走了 我知道呀 他以前是住在这个村里的 对吧 有印象哈 跟您年纪差不多 应该是 嗯 我说他今年五十多岁 五十多 嗯 对 就 有一个人叫 郭文贵 他的小名叫郭 郭七 就是 哎呀 是 1987年 就 1990年 就走了 嗯 就就走了 不是 我是写书的 我正好 这里呢 就是 其实他是1980年以后 就离开了 不是1990年 到这边来转转 了解了解情况 老伯伯你知道有个叫郭金福吗 郭金福 哎 是他爸 他妈呢叫吴运香 没印象哈 您是本地的吧 哦 后班的 哦 后班的都不知道 不不我不用进来 哎 不 哦 哎呦 哎呦呦呦呦 压来了 压来了 嗯 啊 应该是鹅吧 不过这个 这刚才那个老头啊 因为那个大家对陌生人都比较警惕嘛 后来我又跟他聊了啊 这是我们要到下一集才能看到啊 哎 Più 因为这集马上就差不多了 嗯 嗯 不知道 我们后来的 后来来的啊 后来的哈 好的 多谢你啊 不用 多谢 谢谢 嗯 其实吧 这个刚才这个放额的进去的那个老头 跟老郭 对老郭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 嗯 都是老居民很少啊 都是 对要老户 对 这边好像老户也不多了 对吧 没有了 也有啊 这户不得老 哎 村就算转完了 没啥转的了 哎呀 好了 这边还有 我这也算是扫荡是进村了啊 一般只要是有人的我都问了一下 我主要是传递一个讯息 就老龟被抓了啊 而且是犯了大罪了 这个就是我跟三伟壮士承诺的 一定要把郭文贵啊 这个被抓 即将判刑的消息呢 是告知他的村民 这一点我应该是做到啊 那么接下来下一集呢 我因为这个村刚走了差不多一大半 嗯 还有几户人家没有见到 那么其中呢 有一个叫三哥的 他以前跟郭文贵啊 小的时候在一起玩 啊 那么这个人呢 我们就聊的比较多一些啊 那么这个都在下一集当中呢 给大家播报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本次节目呢 是由玩家兄呢 提供独家赞助 谢谢他 也谢谢大家 再见